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中文字型的問題 剛剛有老師已經發現了 我好像要打中文怎麼不行 對不對 那您看一下我們在這裡 比如說我找了這個 好進來你的標題點到它 您先看一下我們右手邊這一塊 有沒有發現它預設的字體是英文的 所以是英文字體當然你就沒辦法打中文 那怎麼辦呢 您從這裡按一下 先找一下你想要用什麼字型 我們這邊很標準 沒什麼特殊的 沒有什麼特殊字型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拿這個 比如說微軟正黑體好了 這裡有沒有正黑體 你看一下圖示也可以知道 就是說如果它有一個綠色勾勾的 表示這個字型是OK的 就是你已經可以用了 但是如果是問號的 表示這是你電腦字型 但是在Focus蓋裡面還沒用 所以我就先把正黑體 那比較不建議各位用什麼 新姓名或標凱 就是內定的 系統字像以前我們這樣微軟的那個 叫做文字藝術師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過那個字 問題就是 你用預設姓名或標凱 當你的字有交叉的時候 中間會變樓空 有沒有注意過那個問題 很多人 我發現很多人在做海 把他印大張的時候都管它而已 反正那個一顆也沒關係 但是我們在這邊一樣 就是我發現有些字好像有點吃掉 所以最好還是用其他廠商的 或是像正黑體這一塊 好那我就按一下 你按一下的時候呢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中文字型比較大 對不對 跟英文字型不一樣 中文最基本的六千多字 所以我們大部分字體的部分 一個字型可能就四五十美感以上 檔案比較大 所以他說需要一點時間 你可以去喝杯咖啡有沒有 哈哈哈哈 你就稍微等一下 就稍微等一下 那我剛剛比較老堅力一點 因為我同時開兩個嘛 所以我另外可以繼續用 這樣了解 我就不用等那一邊的 那待會呢 你等它OK了之後 等這邊OK了之後 你打中文字就沒有問題了 就是字型第一次的時候 會遇到這個體型 但是你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 就是正常的 所以最基本的就是 你來這邊看一下這裡 我們剛剛有提過 就是你打那個字的時候呢 如果它字的旁邊 就是已經有那個勾勾的 綠色的勾勾 就表示這個字型 我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那你常用的 它會列在比較上面這邊 你曾經最近用過的 也會列在上面 有沒有 有想要喝咖啡了嗎 哈哈哈哈 它的缺點就是一次只能一個字型一個字型來 不過說真的 其實我們在簡報裡面 你說會不會一次用很多字型 老實講是不會的 對不對 一般一個簡報裡面 大概兩到三種就算很多了 主要的標題 大標 次標 再加上內文 大概就三種字型 留意一下 如果你打 奇怪我怎麼打都不行 因為大部分的 放的 預設都是英文的 都是英文的 因為 它也是國際的 軟體的 所以說它還是以英文為主 比較不會有太多問題 那所以 像這些 你會發現 預設都是這種的 那你要改的時候 就變成需要 像我們剛剛那 好了 我覺得已經OK了 所以現在呢 我把它變大一點好了 這樣你比較看得清楚 滾輪放大就好 忘記了 你要滑鼠滾輪放大 在這邊 編輯它 請問這樣OK了嗎 有沒有 對不對 那你打進去之後呢 這裡 你可以自行說放 那自行的大腳怎麼辦 其實你不用太過擔心 我們在握著裡面 泡門怎麼是那個急速嗎 拍子喔 這裡沒有急速的問題 只有放大一點 小一點 因為字本來就是香料 對不對 放大縮小不失真 所以你就在這裡 小一點 大一點 這樣會不會 當然 它有基本的樣式 在哪裡 在這邊 有沒有標題 次標 跟內文 對不對 看你用哪一個 但是如果你切換了 解說我切換了 因為看一下 會不見是為什麼 是不是字體已經跑掉了 所以說你要切換為原來的 那因為我剛剛在這邊已經怎麼樣 是不是已經用了 所以它就出現在 有沒有就出來了 可是顏色部分如果你不一樣 就是要再改一下 再改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我再切回來 我再把它射回去 就是這個地方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顏色 原本的 當然你做錯了 你可以在那個 好 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很OK的 基本的 中文 是不是就解決了 好 我想馬上 會… 所以 非常開心 發現 感覺